下面呢我就讲一讲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走 它在机机上的运用 来 坐下啊 首先说 这八卦的走 来出脚来 开扣步 扣 你看我就像 这八卦一样 扣 是吧 我要把它摔倒 这个脚一定要 抬起来 不许落下 这叫扣 摔 你就往下一蹲就行了 那刚刚说你说 这个脚 我使这个脚走 依然如此 你看扣 然后呢下蹲 就把对方摔了 你看那很简单 你那麻花就知道这么走 后来走一天 你不知道去应用 你一样一辈 现在有好多人也是不懂 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用 咱们上边先不用 咱们就说下边 说你公布 说你公布 说比如说这一公布 你看我们俩这么一走 哎 哎呀 啪 你看我这脚子过来 啪 啪 我就往下跪 哎 你看脚一剥就得了 那么这是扣步的应用 外扣 站上走 我使这脚 这是在他里侧 成为理靠 这叫理靠 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利点 作用点 是吧 从理学人来讲 是吧 下边再讲一下呢 这个 摆布的应用 啊 就是说这摆布 什么叫摆布啊 就是这样走 刚才说的 你看 这样走 然后再回来 你看 然后再回来 那么往往这个摆布 在人之间 练习过程中 都让你们给这个 忽略了 是吧 人家到这一走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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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直接就走了 你看 就这一走 你看到这 你把这个摆布给 忽略了 啊 所以这个 刚才说 你往这边走 你看 啊 你和之间 你就过去了 你看 你还觉得换的挺好 但是你没有应用 啊 你这个靠下 你看 要摆 你看 这还能走 啊 那么往外去 称为摆 往里称为靠 啊 你看 他这脚一过来 好 你看 我这 这是外摆 好了 你看 是吧 这就用力了 啊 那么这个就是外摆 啊 那外摆呢 你看 从外侧 一 你看 这脚 先搁这 你只要过来 先别用 往里一转 你看 啪 好了 你看这 你这脚这一使劲 他就 他就自然就跪下来 明白了吗 啊 啊 你看这小 散步 啊 你看这 是不是 脚勾 这叫称为外摆 然后呢 用这点 你用你的筋骨 这个力点在这 这是用力的地方 啊 而不是就是手 啊 你看 大家一拨就把它拨倒 那么这个所以说 你要是会应用的话 但是应用起来无数 就这么简单 这叫技巧 这叫竖 是吧 就是方法 啊 这个 掰 扣 摆步的应用 下来我再讲一下 啊 为什么要摆步啊 啊 你看我这脚 我还是这么走 我这脚一掰 我这脚要摆 摆完了是什么呀 摆完了是什么呀 扣 是不是啊 你看这 这不是 一摆 是不是啊 啊 这干嘛呀 这叫摆过来 是扣步 假如他这手过来 我一接手 你看 你看 这躲啊 这个 这个 真麻烦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就是 扣 你看 你看我这一走 我这脚 这一摆 增加力量 扣 使这脚 扣步 再摆 摆 是吧 你看这 这脚在弓住 这在扎 啊 这下边 咱们再说 记忆以后的 是吧 啊 第四个 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叫 勾拉步 是应用 啊 你看这种 这样 勾拉 啊 就是这意思 就是他的脚上来以后 啊 你看我啊 他力量很大 我没弄动他 那好 你看我不理他了 我不理我干什么呀 我实行勾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勾拉步 啊 就是手 你看这密走时候 啪 这密走 好了 突然一勾 是吧 哎 连这还要勾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伙子挺凌 哈哈 哈哈 真厉害 明白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八卦里边的 最基础的 脚法 啊 指的是脚法 那么它里边 七法 跨 是吧 那么腿法 还有很多 啊 今天咱们就讲说转圈这个 转圈这个 白白靠的这个 用法 啊 下边呢我再讲一下这个 就是咱们这八卦 这个 这个 手法的 愿意用 是吧 那么前面那有什么问题没有